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早餐 我觉得非常新奇 游在重庆就是 一碗小便呢 然后一碗小便就解决了 这里首先是要喝茶 一碗新鲜的福尔茶 早上 神清气熟 有一个感觉吧 我们的第一道菜已经上桌了 是以往非常的锤鲜鲜鲜鲜鲜 真好 看好有吃不在吃啊 所以这拿着很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 非常好 第二道菜来了 这是广州非常有特色的肠粉 然后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广州 然后这个东西是第一次吃 所以看起来都比较好吃 吃啊 这也是我之前来最爱吃的一道菜 所以我现在还好吃 哦 你看 吃过啊 那是什么味道好吃的 蘸鱼酱很好吃 嗯 真的好吃这个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TF台 现在为大家推出了美食推荐节目 这里 这边呢 是我们广州非常有特色的肠粉 这个肠粉呢 外表晶莹剔透 里面包着非常好的好的肉 这个呢非常的好吃 嗯 真是美味啊 是不是 快点吃个别说话 嗯 大家看到 这要么回来的时间 我们一大多菜就上齐了 虾 有非常精盈系统的虾饺 然后有非常健康的燕麦包子 然后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哈萨汤 然后先来吃一下这个虾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虾饺 已经可以凑出这个里面的虾饺了 看起来非常好吃 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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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道 嗯 没什么味道 就是虾 然后 它是很烫 嗯 嗯 我不是在很汗吗 你被我喝汗吗 吃了五汤 我非常非常好吃 这个虾饺 来看看我们的 这个麦包子 这个就是这个 五汤的包子 加上了 变慢 然后呢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好吃 看到这个 哈萨包 这个结果像这样看 我还有一个馒头 结果走进一看 大法院里面真是有料的 热筋 我知道你也饿了 它包装了 这是什么 在里面放进去 在里面 在里面 橙皮牛肉球 本来我一闻 这就是香一碗 就是香面一碗的东西 然后里面有很多牛肉碗 然后现在看到是一个独立的碗子 里面还有橙皮哦 橙皮是一种 这个广告是怎么说呢 橙皮是一种补药 民间常用来 滋养润肺 所以我们可以想而知 这个牛肉球 是多么的健康 多么的好吃 我感觉这个球吃下去 就感觉非常非常热 就感觉像一个清醒他弟弟的脸一像 一揪 然后就会长很多下来这样 所以感觉非常好吃 最后一道鸭轴菜 蒜香蒸排骨 这个排骨蚊子来很浓郁的蒜香味 然后听说里面是有什么 是有什么玉 然后 它就叫什么玉 好吃 很好吃 应该是 来你先尝一口 虽然都是骨头 就给你加骨头 嗯 这肉非常的有嚼劲 这肉非常的有嚼劲 嗯 嗯 嗯 真的很好 你说酒吃饭宝贝干嘛去吃 你去 你去 当然是去运动啊 跑三圈 你去跑 我不跑 你去另一个圈吗 有什么事 当然 他们说 我一个跑三圈的朋友 飞飞飞 非常的 有红包是吧 那等会儿 说好了要跑三圈 现在就跑三圈 所以做有氧运动 在这样非常有 在非常肥肤的环境赛 对 朱叶君你跟得上吗 一车一车很高吗 对 昨天晚上你听到了吗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一直没睡觉 好像就听见很多 这东西在叫 对 就是 就是 真为惊叫我 我这样 开玩笑 然后就叫特别大声 然后后来 还多数青蛙叫 极端很漂亮 这不是乖乖乖乖叫 都是一齐齐的 就是 就是 直接一样叫 在特别下来 然后今天晚上 我去看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 对 偷偷的下来 看见到的时候 就觉得肯定在想 好 好 一路有你的记号 是彼此对 坚强的依靠 毫无爆雷糊停 到最后一秒 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 唱唱唱唱 唱唱唱 不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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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唱唱 block 常해야 wax不太 espaço 不要跳 走 马神 不要跳 不要跳 杖岭别 Learning 反正 不要去决八楷 不要打 体练 没有体练办法 没有办法 不是体练 别体 我 Ж确的别体 接住 放松 噢噢 這位吃得真香嘛 這樣打耳啦 就讓它慢慢的死去 聽見了威力就這麼大 還沒吃到它 聞到它就醒了 這會不會打醒呢 身體也不好 好可憐 入節目了 哈哈 好可憐 下面要上演的是話劇 老人與海 海裡面的魚 就是那些魚 然後呢 我們那個老人就是由易陽千喜來擔任 他要和那些鯊魚來長輸死磨斗 然後爭奪最後的大馬鱗魚 結果呢 他被那些魚給咬了 易陽千喜 看那邊好大的魚 老人準備入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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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龍號易陽千喜即將入水 要是這時候有人從後面推他一把 他就 腦袋入水 然後 大叫一聲 噢 在 84天都沒有捕大魚的情況下 老人易陽千喜 毅然決定的決定 再捕一次魚 他現在看見這麼多的大魚 他準備跳進去 展開老人魚還在死活動 跳吧千喜 我們支持你 跳吧千喜 千喜一直在擺動動作 就像愛群公益室裡的陸展波一樣 嘿 嘿 一天他就不會下去 一天他就不會下去 準備活動 3 2 1 準備跳了 哇 他跳了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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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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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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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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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啊 我看像是抬到 抬到鞋里面 抬到鞋里面 好怕 哈哈哈 你太噁心了 还叫不上去 贴一杯小狼子 贴一杯小狼子 现在呢既然我们都知道了 是什么东西在叫 就是小青蛙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回到正题上来 我们敞开了聊 那叫 小青蛙 小黄蛙 然后 我们现在就回到正题上来 敞开了聊 放开来聊天 就说最近大家都在干什么 就随便聊聊吧 其实有多少个人在看 我啊 在北京不是上学吗 上学 上课 好 大家听到吗 就是学霸是怎样练成的 那个等会我出一本书叫做 学霸是怎样练成的 欢迎大家来跟我玩 老人语学霸 我啊 就是上学啊 上课啊 认真读 好 这是学招是怎样练成的 哈哈哈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就是认真读书 好好学习 像我这种的学法 就不好说了 那个大家都知道的 就不用多说了 就不用太吐槽了就行 就适量点就行对吧 对 好 其实 初三还是比较紧张 然后就 平时就 训练完就会背书这些 就做了作业 因为初三学还是比较繁重的 就说说我们现在在学校 比较有趣啊 或者在家里面比较有趣是吧 没有啊 我觉得这些的弟弟很 弟弟很有趣 对 上次我就是在千禧手机室里面看到一张 他弟弟的 就是裸照 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肥 然后他弟弟就像一个球一样 然后就是在那站着像这样 然后就特别可爱千禧弟弟 你给我你能说一下那张照片什么环境想拍出来的吗 我弟弟要洗澡 然后我妈让我给我弟拖衣服 然后拖完之后 拖完之后 拖完之后我弟弟拿着手机拿着我手机拿着瞎弄 然后只好把拍照这边弄出来了 顺便拍了两张 自拍了一张是吗 顺便拿着拍了两张 让我 今天呢我们到美食节目又加入了小凯 小凯 你第一次来到美食节目 先说说你对广州美食的印象吧 金箍牛肉肠粉那个觉得挺好吃的 然后你觉得就是在这边你比较期待吃到什么东西呢 就期待啊 就你用一点就比较新鲜的东西就再重新吃不到的 Let's go Listen to my heart Let's go 现在让我们这种菜已经下来了 大家看就是这 满满有爱的鱼饼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 看这个很有食欲 我怎么感觉好像瓷巴 对我之前见过瓷巴 也没有这个 这个很像千玺弟弟的脸的味道 又提到了 很好吃啊 挺好吃的 第二道菜也上来 这道菜呢叫杏鲍菇煎牛 肉粒 牛仔粒 我叫牛肉粒 牛肉粒 我看起来怎么就是一些牛肉 开动开动 这个很足够 这个辣椒 这个很足够 我们的第三道菜也上来了 这个菜叫龙汤亡穀测鱼 鱼鱼鱼 我们的第三道菜也上来了 我们的第三道菜也上来了 这道菜叫龙汤亡骨厕鱼 这道菜叫龙汤亡骨厕鱼 这个湯 对 橙色真不错呀 橙色真好 这有酸酸 来 开个玩笑 你觉得这汤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的新 挺浓的就对 这汤 我有一天不在看这鱼 是不是很好吃 听说那个 叫什么形容 哇 这鱼到嘴里面 一下就 就变得很软 很软 然后就化了 对 看我们神速的上了两道菜 不对啊 是三道菜 对啊 三道菜 先看你看这道菜 这道菜的名字叫 其实只有两道菜 我骗你一下你都不相信 对不起 只有两道菜 对不起 我没看到那个名字 先看这一个 这个叫仙淮山刺食南瓜忠 哇 这个名字 好有感觉 试试 哇 哇塞 看起来比刚才那个汤还要有 三块肉 不用谢 我发现为什么我一下搂了呢 你们说三块肉 然后我说不用谢 好烫啊 好烫 这个味道 里面滚奶的味道 有芋头的 芋头的香了 这个真的很好吃 里面 不是奶是椰汁 香芋 哦 对椰汁 对椰汁 你把这搭进去了 这 这还好吃这个 这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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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名字呢叫做 香煎白银菇拼酿豆角 这名字也很好看 但是 看起来 卦锅好精美啊 一共就六块豆腐 试一下 不是豆腐 这个豆腐 是什么吃的 吃的好像肥肉 上面是一块肉 是啊 不用说 但是 应该两个一起是会好吃的 啊 哦 如果不好吃 等会就生成一个柴野断 吃了味道 人是不敢相信 是这乱吃 没有 真的很好吃 这 这挺好吃 看着啊 今天又没了好吃的菜 我在这里乘炉 今天我要吃 123 三碗饭 三碗啊 还是 是想吃我的 那就一会儿再盛暖